全能神经典话语 何时当面教训你们 我岂不都是为我的工作 而求告我父免去你们的一切试探 你们为什么这样待我 难道我曾经用我的权柄 击杀过你们的肉体吗 你们为什么这样报复我 对我忽冷忽热之后 又不冷不热 然后对我又是欺哄又是隐瞒 而且口中满了不义之人的唾沫 你们以为你们的舌头 也能欺骗我的灵吗 你们以为你们的舌头 就能逃脱我的愤怒吗 你们以为你们的舌头 可以任意论断 我耶和华的作为吗 我岂是让人论断的神吗 我岂能容让一个小小的蛆虫 这样亵游我呢 我岂能将这样的悖逆之词 放在我永远的福气中 你们的言行 早将你们都显露出来 你们的言行 早为你们自己定了罪 我铺帮 作为你 我铺帐助天 创造万物之时 就不容让任何一个 在我以外的受造之物 来随意做我的参与者 我更不容让有何物 来随意打乱我的做工与我的经营 我不容让任何人 也不容让任何物 我岂能放过那对我惨无人道的人呢 我岂能赦免那背叛我化的人呢 我岂能放过那背叛我的人呢 人的命运岂不在我全能者手中吗 你的不义你的背叛 我岂能将其看为圣洁呢 你的罪孽岂能把我的圣洁玷污呢 我并不沾染那不义之人的污秽 我也并不享受那不义之人的贡品 你若对我耶和华忠心 你岂能把我祭坛上的祭物 占为己有呢 你岂能用那毒蛇的蛇唇 来亵渎我的圣名呢 你岂能就这样背叛我的言语呢 你岂能将我的荣耀 将我的圣名 当作你为撒旦 那恶者效力的工具呢 我的生命是供那圣者享受的 岂能容让你把我的生命 随意拿来当玩物 当作你们中间争斗的工具呢 你们怎能就这样 对我无情无义 又无有善人之道呢 岂不知 我将你们的恶行 都早已记载在 这生命之眼中 你们怎能逃脱 我刑罚埃及的烈怒之日呢 我怎能就这样 让你们一再抵挡我 背逆我呢 我明明地告诉你们 到那日 埃及所受的刑罚 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你们怎能逃脱 我愤怒的日子呢 还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